一直勾到最后一个针眼 给它勾上这一针长针 好了,勾好以后 我们就把线给它勾过来 然后呢,把这个线呢 留一个小的线位给它剪断就行了 因为呢,我们这个小衣服要不停的换线 所以呢,我们这个地方呢 留的线位呢,比较多 接下来我们就加入第三个颜色的线 好,接下来呢 我们加入第三个颜色的线 那么第三个颜色呢 我们就用这个紫颜色的线来给大家勾一下 同样的方法 它还是勾长针就行了 我们在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从第一个针眼里面穿过去 把线勾住 然后呢,我们给它带过这个针眼来 这个时候呢,有两个小的线位 我们就直接行在上面 一边勾呢,一边把它一起勾住 勾起来就行了 要先勾三针的变子针 作为这个高度针 每次勾长针呢 之前都要先勾三针变子针 然后接下来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针的长针 姐妹们跟着我来勾一下 每一个针眼里面都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 一直勾到哪里呢 我们勾到我们这个上一行加针的那个地方 我们这个地方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加针 不断的加针 每一行都是这样加的 方法都是一样的 以后呢,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三行 我们这个地方总共是要勾七行的 每一行都要换一个颜色 然后呢,每一行勾的时候都要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加针的这个地方呢 加针 大家看一下这四针呢 是出自同一个针眼的 然后呢,我们加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在这个 就是说两针 两针和两针中间的 这个两针变子针这个地方 给它勾上四针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个大的空隙里面 加针 就是在两针变子针这个杠上面 从这儿加针就行了 也是勾出这样的四针来 然后其余的地方 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勾上一针长针 包括就是说我们加针的 这四针长针这个对应的针眼 也要给它勾上的 我们一直给它勾过来 一直给它勾过来 大家只要记住 有针眼的地方 我们都要给它勾上长针 这是最后一个针眼 我们给它勾上一针长针 好了,勾好最后一个针眼以后 就到了我们这两针变子针这个地方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要给它加针了 也就是说勾出一个这样的四针来 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勾出两针 一针 然后呢 再给它勾出一针 好了,勾好两针以后呢 中间呢 要勾两针的变子针连接 然后呢 再给它勾出另外两针的长针来 第三针 第四针 好,就这样来勾就行了 然后呢 之后呢 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出一针长针来 就这样勾 那么 以后呢 姐妹们就都按照这个方法来勾就行了 包括我们接下来勾到第四行 第五行 第六行 都是这样的一个勾法 加针的时候 都是按照刚才那个加针方法 勾出一个那样的四针来就行了 然后其余的部分呢 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我把这个勾好的这一部分 给大家平铺开 大家看一下 以后呢 就是说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法 就这样转着圈子来勾就行了 就这样转着圈子来勾 中间都是长针 然后呢 到了这个角的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说在 就是到了接二扣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 两针的变子针这儿 给它再勾出一个四针的这个长针来就行了 就是左右各式两针的长针 中间是两针变子针 就这样转着圈的勾 勾完一圈就换一个颜色 然后勾完一圈就换一个颜色 都是长针的一个勾法 总共呢 这个地方我们是给它勾七圈就可以了 每一圈呢 都是长针 然后在做激化扣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选择就是勾 勾出一个那样的四针来 就可以了 就这样一个方法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每一圈最开始的部分呢 都要先给它勾上三针的变子针 我们就这样转着圈的勾 大家看一下我们样衣上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背面 我们呢就是说是 一共勾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第七个颜色 勾到第七个颜色就可以了 到第七个颜色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连接在一起 前面都是这样分片来勾的 到后面呢 我们就要给它合上了 总之呢 前面这七行 这七颜色呢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勾法的 就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 在每一个有这样的地方 都给它勾上一针长针 到最后第七圈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它连接上 再把这个地方给它连接上 再合起来勾 以后呢 再合起来勾就行了 大家看一下 就这样的一个 勾的一个过程 好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用这个方法呢 就这样一直勾 勾好七圈 七个颜色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第七行了 第七个颜色 我们是用的这红颜色 我们就一直勾 给它勾到最后这个地方 每一个针眼里面 对应着勾上一针的长针 一直勾到最后一个针眼 一直勾到最后一个针眼 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要给它手里相连一下了 我们就在第一针和第二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是说需要把它连接在一起 我们就在第一针和第二针 长针中间的这个地方穿过去 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然后呢 再把前面这个线圈 直接带到后面这个线圈里面来就行了 以后连接的过程都是这样连接就行了 然后再勾过 辫子针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线给它剪断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第七行就勾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勾第八行 第八行它也是这样的一个勾法 也就是说从这个地方开始起针 然后呢 到了加针的地方呢 还是勾出一个那样的四针来 其余的地方就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再给姐妹们来勾一下 我们第八行和第九行呢 都是这样的一个勾法 到了最后那个地方以后呢 都和这个第七行的末尾一样 都要手里相连一下 我们来勾一下 我们就从这个 红颜色线这个地方 第一个针眼的穿针 把线勾过来 勾三针的辫子针 因为是要勾长针 然后接下来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一针的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的长针 我们现在勾的是第八行 接下来第九行 也是这样一个勾法 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先把这个第八行第九行给它勾完 第八行第九行给它勾完 勾的这个方法呢 就是说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都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 一直勾到 就是说我们加针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呢 就在那两针辫子针的那个杠上面呢 再给它勾出四针来 就勾到这儿 我们就在 它和前面勾法是一样的 我们就在这个 两针辫子针这个杠上面呢 再给它勾出一个四针的长针来 中间用两针辫子针相连就行了 每到这个角的地方就这样来勾 再给姐妹们来看一下那个地方 那么勾到最后这个地方以后呢 我们就是说 也和第七行一样 从那个第一行 第一针长针和第二针长针中间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连接一下就行了 我们先勾到这个 加针的这个地方 一直勾 一直勾 好了 到了我们就是说 两针辫子针的这个地方了 我们就在这个空隙里面穿过去 先勾好两针的长针 然后勾好两针的辫子针 然后呢 再勾好两针的长针 好了 然后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就这样勾下去就行了 那么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把这第八行勾好 第九行也给它勾好 重点呢 就是说在第八行和第九行末尾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给它首尾相连一下 连接的方法和第七行一样 就在这个第一针和第二针长针中间穿过去 把线勾过来 直接带过第二个线圈就行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第七行 把第八行勾好 第九行也给它勾好 好了 我们这个第九行 大家看一下 我们第九行也就勾到最后这个地方了 我们也要给它和第七行一样 给它连接一下 首尾相连一下 和第七行的方法呢 是一样的 我们来勾一下 我们先把这个还有一针呢 我们先把最后一针 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 好 然后呢 给它连接一下 就在第一针和第二针长针中间的空隙里面穿过去 把线带过来 然后把这个带过去就行了 然后呢 勾过一个辫子针来 就可以把这线呢 给它剪断了 留一个小的线尾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给大家折叠一下 我们这个衣服的 上面这部分就完成了 上面这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在勾的时候 就是勾的这个裙身部分了 就是上面这个地方就是 呃 袖子这一部分 袖子这一部分就勾成了 接下来呢 我们从第十行开始呢 就开始勾这个裙身的部分了 我们再勾裙身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呃 只勾到我们加针的这个地方 就是勾到我们这儿 这两针呃 这两针长针后面这两针 变的针这个地方就行了 勾到我们加针的这个地方就行了 这一侧也是一样 这是两个中心点 勾到每次勾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衣服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以后呢 我们就是说 在勾的时候呢 就是说呃 只勾 裙身的下面这一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个呃 袖口那一部分呢 我们就不用再管它了 上面就不用管它了 直接呢 就是说只是转着圈的勾 下面裙身这一部分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衣服的呃 就基本上就是说 上面那一部分勾不好了 接下来勾下面这一部分 那么我们就是在勾的时候呢 上面是袖子 上面是袖子 下面是这个叶窝这个地方 我们就是要稍微的给它加一点针 呃 也也能够让这个上边和裙身这一部分呢 给它区分开 所以呢 我们就是说在加针的时候 在那个勾下面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加一点针 我们从这儿开始勾 呃 从我们还是从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减 剪断线的这个地方 加入 呃 这个线重新来勾 接下来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就直接都是用这个蓝颜色线来勾就行了 还是同样的方法 把这线尾呢 一会儿给它勾在里面 先勾三针的变子针 好 接下来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长针 我们就一直勾到 就是我们加针的 需要加针的那个地方停下来 那儿呢 给姐妹们再具体细说一下 姐妹们先跟着我呢 一直这样勾 勾到我们需要加针的那个地方停下来就行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上一针的长针 好 我们就一直勾到我们这个需要加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先把前面这两针给它勾好 好 勾好以后到了我们这个两针辫子针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两针辫子针这儿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衣服合适的话呢 不需要加特别多的话呢 你就给它勾上一针的长针 如果就是觉得它稍微偏瘦一点呢 就可以给它加上两针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加两到三针 我们今天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 一针 然后呢 两针 我们给它勾上两针就可以了 这儿勾好两针以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是呃 不不接着往上面勾的 我们接下来呢 要直接连接下一个那个加针的那个地方 就是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地方给它对折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儿呢是那个袖子那一部分 袖子这一部分呢已经勾好 不用管了 直接连接好 勾下边这个裙衫的这一部分就行了 那么我们连接的时候呢 就需要勾一个变子针 一般情况下就是说 呃 如果瘦的孩子呢 就是说我们就勾五到六针 呃 变子针 作为的叶窝的宽度就可以了 如果就是说自己家的宝宝特别胖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多勾上两针都行 一般情况下呢 两到三岁的宝宝 我们就给它加五到六针就行了 我们给它勾上五针的变子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了 勾好这五针就行了 然后直接连接 我们下一个这个需要加针的这个地方 我们这儿勾了两针的长针 所以呢 我们这儿也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 要保持一致 这儿呢 也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 我们来勾一下 一针 然后呢 再给它勾上一针 好 勾好两针以后呢 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给它勾上一针长针 一直勾到我们下一个这个 呃 需要加针的这个地方 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以后呢 再勾上五针的变子针 再和这儿相连就行了 好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先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一针长针的这个勾法呢 勾到我们那个下一个加针的那个地方 大家跟着我呢 来勾一下 好 我们就又到了我们这个加针的这个地方了 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呢 先把前面这个地方都给它勾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在加针的这个地方呢 还是给它勾上两针的长针 勾上两针的长针 好 勾好以后呢 我们和这一侧一样 也要勾好五针的变子针 一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勾好这五针以后呢 我们和这一侧给它连接一下 和我们这一侧 加针的这个地方 穿过去 勾两针的长针 一针 好 两针 好 接下来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长针的方法呢 就这样勾下去就行了 一直勾到就是说我们最开始起针的那个地方连接一下 我们这款小衣服呢 非常的简单的 非常适合新手姐妹来勾的 所以姐妹们呢 可以大胆尝试一下 好了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一直勾到 就是说我们 最后这个地方 每一个针眼里面给它勾上一针 然后呢 从最开始的这个地方 给它连接一下 把这个线圈呢 直接带过后面这个线圈来 就行了 每一圈都这样给它连接就行了 接下来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就形成了一个圆圆的一个圈 我们下边的裙身这一部分呢 就这样 转着圈勾 勾到这呢 给它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接下来姐妹们就跟着我呢 就这样勾就行了 接下来就更加好勾了 就没有什么加针的部分了 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针 包括我们加针的这五针呢 我们在这儿给它勾上五针的长针 就这样勾就行了 转着圈的勾 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 姐妹们先跟着我呢 来勾一下 看一下那个加针的那个地方 就那五针变的针那怎么来勾 其余的部分就还是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一针 跟着我来勾一下 我们这个视频呢 是我们东日暖阳旗舰店所出的 大家有任何的编织问题呢 可以去我们店铺里面 询问我们的客服或者直接加入我的私人微信 我们可以在微信上面 单独就是说探讨一下这个编织的问题 或者在我们的QQ群上 加入我们的QQ群 在里面共同探讨一下 或者在我们的微博微信上给我们留言 都行的 然后姐妹们如果就是要购买材料包的话呢 可以去淘宝网里面直接搜索我的店铺 捐捐编织 那个里面都是材料包 非常适合姐妹们购买材料包 非常方便 也非常实惠 也或者呢 去我们的这个商城里面 就是直接搜索冬日暖阳旗舰店 都可以 这两个店铺都可以 都可以买到这个材料包 捐捐编织呢 是专门的一个材料包店 然后呢 我们那个商城呢 就是什么线都有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一直勾 勾到我们那个五针辫子针那 我们停下来看一下那怎么来勾 我们就按照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这样一直勾过来 勾到我们就是说 呃 叶窝这个地方加的这五针 大家看一下这怎么来勾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就在这个单层的这个线圈的针眼里面 调着单层的线圈 从每一个单层的线圈里面穿针过去 勾上一针长针 也在这呢 给它勾上五针的长针 每一个针眼里面勾一针 一针了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把这呢 都给它勾好就可以了 呃 每次到了我们就是 加的这五针 辫子针这个地方 就这样来勾 然后呢 我们把第三针 做上标记 第三个长针 做上标记 因为之后呢 我们呃 要在这个第三针 呃 这个长针这个地方呢 给它慢慢的加针的 我们在这给它做上标记 好了 接下来 就是说我们 这样横着做标记吧 这样横着做 更加明显一点 接下来就还是按照 每一个针眼里面 给它勾上一针 呃 长针的方法呢 给它勾过去 大家看一下 以后呢 你就是这样 转着圈的勾了 不需要加针 暂时呢 不需要加针 呃 我们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 加针的这个 呃 加的这五针 辫子针这呢 它就是为了和这个 上面的袖子那一部分 区分开 大家看一下 非常明显了 以后呢 我们就是说 呃 直接勾 下边这个 转着圈的勾就行了 也就是说 之后呢 我们从这个地方测量一下 呃 我们之后呢 要只十厘米的 一个一段距离 像下这样 转着圈的勾就可以了 都是不需要加针的 就是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针的长针 然后呢 勾好这十厘米以后呢 我们再从这个 就是说 我们做标记的这个地方呢 再加针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衣服 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明显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一段距离 是没有加针的 就是十厘米的距离 没有加针 一直勾到这儿 然后下面呢 你就开始慢慢的加针 勾出这样一个 群式的一个形状 上面的十厘米 不加针 就是说我们 一会儿就这样 勾这一段距离就行了 勾好这十厘米 这个距离以后呢 我们再慢慢的加针 好 接下来姐妹们 跟着我来勾一下 我们先给它勾到 下一个 就是这儿的这个地方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然后呢 每次勾到 我们最末尾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给它 手尾相连一下 相连的方法 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 接下来姐妹们 先跟着我呢 勾到 下一个就是 五针的 那个辫子针那儿 我们把那儿呢 再给姐妹们来勾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 转着圈 勾过来了 到了我们这五针 辫子针这儿了 还是一样的方法 穿这个单层的线圈 在每一个针眼里面 给它勾上 一针的长针 我总是怕姐妹们 不会勾 所以呢 尽可能的 把这个细节部分呢 都给大家展示一下 就这样给它勾过来 勾好这五针 我们同样 在这个第三针的 这个长针上面 做一下标记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 就转着圈的勾就行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上一针长针 按照我们刚才说的 那种勾法呢 就是说 大家再看一下 我给大家平摊 平铺开 就这样转着圈的勾就行了 每一个针眼里面 勾一针 一直呢 就是说 勾10到11厘米 那个长度 勾好那个长度 以后接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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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